我們女副總統 以及我們張理事長 佳龍副秘書長 以及我們現場 各位連線的議員 還有在場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對我的公公楊青柱 他是台灣新會 我們台北的前任會長 那我想這一次 武都的選舉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台中 特別的重要 台中如果能夠過關 大概武都就能夠過關 武都如果能夠過關 2012台灣人 就可以繼續的來 當家做主 可以拿回政權 那重新來當家做主 所以這次武都的選舉 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這次呂副總統他推出 GoGoGo的這個連線 那我們每一位的 這個候選人也都會 秉持著清白參選 來提升選舉文化 同時呢我們也都清連 情政愛民 同時也都 堅能減碳保台灣 那我們也都簽署了這個連線的公約 那年底11月27 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 我們所有的候選人 包括我們所有的議員候選人 以及蘇家全都能夠來動算 讓台中有一個改變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